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同学 你们还好吗 好 我知道你们不太好 呵呵呵 呃 我来啦 跟大家挥挥手喔 等大家上来 嗯 现在才五月十三呢 还没到五月中 但是 我有没有说过五六七三个月都非常的重点月份呢 当然是有原因的 晚安 各位晚安 当然是有原因 那我想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一天 首先昨天有很多人确诊十几个以外呢 今天又是十三个本土案例 呃 我想这是我们从去年以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冲击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飞机运来的外来的个案 然后让我们很紧张 这样就够紧张了 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此时此刻 老天爷又出了一个考题 这次是本土有可能爆发的这件事情 嗯 所以 呃 这个连着两天有这么多人确诊的这件事 以及感觉到那个破口的威胁 正在靠近我们的这件事 呃 应该会让大家都很不安 以外呢 还停电 哦 还轮流停电 嗯 好像某个国小还有一个变电机 变电锁 变电锁吗 变电箱 变电箱还爆炸 那当然是因为 呃 电 是电力公司 电厂 台电的电厂 台电的电厂 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全台大停电 我今天下午在 女人我最大在内湖那边录影 然后也是瞬间 还没录完快录完了 啪 就忽然一片黑暗这样子 你知道在黑暗当中 人就会想很多 那 那一刻 那一刻我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 哦 就是 是不只是星象而已哦 他真的发生一些事情了 嗯 声音很小 哦 有人说声音很小 嗯 好 我们有工程师 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人与人的连结的问题 我也很希望能够好好跟大家连结 所以请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整理一下 好 嗯 嗯 我继续讲话 我继续讲话 然后各位忍耐一下哦 有处理声音吗 处理了 处理了 那你们觉得呢 声音还小吗 好 5月13号已经到了5月中了 那这个5月呢 我们都知道是木星在冲刺 木星这一颗星很重要 所以它的移动 攸关了整个社会的状况 因为它会牵引着我们 先不要说 呃 更何况木星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一颗行星 木星跟土星啊 这两颗星都相当的重要 它们的移动 它们只要出了什么乱子 比如说跟谁有相位了 肯定都会 整个社会会有这个震荡的时候哦 那为什么5到7月呢 因为这个时候木星在跨栏 木星在跨栏 它是那么重要的一颗星 它的跨栏一定会带动了周遭的能量场剧烈的变化 那这一个变化从4月底就开始了其实 然后一直到4月中旬就是明天14号 14号它就会过孕了 但是你看临去秋波就是今天 多么的惊人 所以你可以把我们想象成 我们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台风状况 而且是刮得正大的时候 这个台风正通过我们台湾上空 我是说因为我们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感觉到它正通过我们 事实上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觉得台风正通过他们 我们 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境里面 别的国家也在别的国家的情境里面 而考题也已经出来了 就是疫情在起 然后或者是动乱在起 那有些地方的动乱就不是这个等级了 我觉得台湾的等级算是轻微的 那考题出来了 这个考题在做什么呢 它在打我们的脸 就是我觉得冥王的逆行的这件事 就是打所有松懈了的人的脸 冥王逆行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吗 四月下旬 它会逆到什么时候呢 它会逆到十月 它会逆到十月 所以其实十月之前的这一段 很多很多行星要逆行了 我跟你讲喔 呃我们五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五月中的时候 土星也开始要停滞了 然后五月底的时候逆行 所以然后下个月 哎木星要逆行 木星逆行 我想大家会稍微 喜欢一点 因为 这一波动荡 毕竟是木星卷起来的 那木星如果逆行的时候 也就是六月的时候 六月中下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它的减速 也就是说 它shake 你的速度会慢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承受 所谓的报应 所谓的报应 比如说松懈的报应 不够谨慎的报应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做的最好的 就是大家都很很懂得要害怕 我们都很担心 我们有SARS的经验 但是这个经验可能 声音小一点 哦你们要听 哦对不起 因为我也听到了 好我们线上 有蛮多同学来了 是不是 不是只有台湾喔 很多地方很严重喔 台湾这个情况 目前还算 不能说还算好啦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最重要的 真的不是怪东怪西 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一心 你要不要等到这一波过了以后 我们再来怪东怪西 不要见烈欣喜 不要见烈欣喜 然后也不要 哇你是我讨厌的人 哈哈哈哈 我看你怎么办 哎大家在同一条船上 请记得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任何在这个时候做出不当的反应的人 其实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哦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原来你是一个 以报复为主轴 然后不问青红皂白 就像我的那个预告文发的一样 就是人跟人的沟通 之所以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因为大家不在一条平行线上 你如果不在一条平行线上 讯息就无法传递出去 到时候这条船成了谁要负责 是船长的责任吗 是大家都不听船长的话的责任 我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不守规矩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在这个时候 全民给我戴口罩 勤洗手勤消毒 十四天再说 这十四天里面至少不会再扩散 然后让已经中标的 不小心被传染的 自己出来就是自首也好 不知道是自首 就检验 然后赶快去治疗 让人数稳定下来 就到这里为止 每一个人把口罩给我戴十四天 很难吗 不难吧 这样知道吗 可能未来不久 有案例还会再增多 因为你现在还在看不见是谁的状况 那我们大家都很放松 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去百货公司 有人已经不戴口罩了之类的 那可是 可是 经过了这十四天 该发病的也发病了 然后有传染状况的 你很可能也知道 有去过那些足迹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很谨慎的话 这条船就还安全 因为重点是不要扩散出去 对吧 这是一个我要讲的地方 所以不要再怪东怪西了 我倒觉得 不要被那种情绪绑架 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 你去做这种煽动的动作 火星巨蟹 煽动的动作 你除了感受到你能煽动之外 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 but 一定会有人煽动 一定会 因为火星还在巨蟹 什么时候离开呢 火巨蟹一直在这个地方停留到 我写在哪里 我看一下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看火巨蟹的日期呢 因为火巨蟹就是人心容易黄黄的时候 然后 煽动别人情绪的人 或者是状况让人很焦躁 或者是想像空间非常大的那段时期 太多日期了 心里不要在这里 我写下来了 但是一下子我太多张纸了 有点找不到 嗯 到6月11号 火星巨蟹到6月11号 然后6月6号是火明的高峰 所以6月6号之前这种 因为不满而到处放话 或到处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情境还会发生 嗯 在别的国家很可能是烧杀儒略 可是在我们这里很可能就是有人在散播恐惧 或者是的确社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们蛮恐惧的 所以各位感觉到了吗 这个5月不平静 好 越到中旬越不平静 然后还会绵延到6月 所以呃我们现在好好的戴上口罩 戴两个多礼拜吧 好戴两个礼拜不就是把5月底走完吗 对不对 把5月底走完 好 两个礼拜 嗯差不多 然后 要延续到6月11号的话 那就不是五个礼拜 嗯 那就不是两个礼拜了 可能是三四个礼拜 所以未来的一个多月 麻烦大家绷紧神经 什么时候木星逆行呢 我想大家都想要知道 有人说就像自优生考了一次59分 就要被骂到臭头 哦 OK 对大家有大家的理解 记得戴口罩 记得戴口罩 做好防疫措施 答得很对 好 那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日期 很想知道发生什么 嗯就是星象的状况 好 那木星什么时候逆行呢 木星的逆行会发生在 因为我现在要进到下一个星座嘛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 我们骑在一匹马上 那匹马要跨栏 所以身上 我们如果是他身上的 嗯 投尸 跳蚤 我们如果是 那个骑士身上的投尸或跳蚤 我们就很可能被震下来 就是就是这么的动荡 就是这么动荡 就是这么动荡 木星的逆行呢 会在六月中以后 逆行六月 六月二十号开始逆行 真的之前就比较有减缓 所以其实六月上旬是一个高潮 是一个高潮 然后六月中以后 六月二十号以后 可能会让你 就是比较松一口气 情况也比较大势笛定 比如说该担心的 该害怕的也发生了 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那个时候 应该我们就会 乒乓的所谓的明年的运势 我看到我预告文下面有同学说 我有提醒大家 五到七月发生的事情 是缩小版的明年 我有说过这个话 我有我有 但是不是现在哦 因为现在是刮台风刮的正大的时候 所以不是现在 所以不是现在 而是五月二十号 五月十五号以后 就是明后天以后 我们再来观察看看 但是这个缩小版的明年的动荡 因为又加上了火明的关系 所以未来的二十几天 未来的二十几天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动荡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明年会动荡成这样吗 不一定 所以你们的观察 不要focus在动荡哦 你们要观察 木星在双鱼会长怎样 而不是观察 加上了火明的那种恐慌感恐惧感 我不是告诉你吗 火星巨蟹就是恐怖片 我们现在就在恐怖片当中 所以你看到的到处都是鬼 我是不是有这样说过 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被鬼吓到 鬼是看不见的 更多的是你太害怕鬼了 或者是你搞不清楚鬼从哪里来 你才会怕成这个样子 当然这一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很大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 应该都有一些状况 除了我们会感到不安感到恐惧 或者是有些人真的遇到状况了 比如说交通大打劫因为停电 对不对 然后上课上学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现在连搭电梯都有可能被困在电梯里 然后整个下午的时候因为停电的关系 可能基地台也不作用了 我的手机根本讯息也发不出去 幸好我的预告我已经发了 所以状况连连 让每一个人都有感 所以很多人今天非常的崩溃 那我也觉得 我应该来上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今天当然很谢谢 刚好有产品要置入 就是Plantor Plantor 39 植物与咖啡因洗法录 谢谢你们 谢谢你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 我先继续讲一下 所以六月中以后就没事了吗 我也不觉得 哈哈不好意思 木星虽然逆行 但是他会逆回到上一个星座 也就是 他虽然逗退路 但是他要退回到上一个星座 又要跨栏了 对 又要动荡了 什么时候呢 七月底 所以 你是喘 休息没有两分钟 马上又要接受下一波的动荡 不过逆行的动荡跟顺行的动荡不一样 逆行的动荡是我们有一点心理准备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五六七月 这三个月是重点月份 也是关键月份 考题已经出来了 我家的人感觉要气笑 今天后面真的蛮崩溃的 而且通常像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候 各位眼睛张大一点 哪些人在消费这个恐惧 赢得大家的注意 哪一些人又是在努力付出 希望消弭大家的恐惧 我希望大家睁大眼睛去看一看 消费情绪消费恐惧太容易了 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告诉你说 会死很多人 我想你应该吓都吓死了吧 然后你就会去关注 或者是会被这种情绪绑架 最终就算自己没有死 大概也被吓得半死 懂吗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好 OK 小心谨慎 但不要为言耸听 而且电梯 电信交通大乱 这非常的双子作业 非常的双子 今天月亮水星都在双子 而且不久的将来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感受到水星的停滞了 所以交通大乱 而且双子管的是什么 人与人的连结 所以今天有一个新闻就说到了 那个狮子会的前会长 跟其他的确诊个案 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我从来没有想过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这几个字 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境跟情况里 所以连结这件事情 人跟人的连结这件事情 将会是双子作的 双子作期间 只要有心进双子的这个期间 我们都要关注的 什么时候 七月下旬 所以听到了吗 看到了吗 五六七三个月 所以如果你问我 这一波的动乱 什么时候会比较消灭 我刚刚讲了几个日期 火星在六月十一号离开巨蟹 但是他进入狮子 请不要觉得你就可以放心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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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进入狮子 他会对冲到土星 一定有事 我说过了 我说过了 跟土星跟木星有相位 社会就会动荡 所以那个时候的火星 一定又有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很可能针对的是 比如说公众人物 或者是社群社团 或者是大型活动等等 大家都要辛苦一点 所以三级警戒 我觉得是迟早的事 因为还有 还要经历到七月底 那大家忍耐一下 然后不要怪东怪西 因为事情如果已经发生了 我们要做的是处理它 而不是搞得大家 让它kimoji更坏 然后更害怕 然后没事也被吓死 这个绝对不是该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理解 对 好好照顾自己保养自己 就是对这世界最大的贡献了 讲得很好 好的 那我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呢 再来 最近股市也很动荡 对不对 因为土星跟天王星的土天四分又来了 我在五月孕市有说到 土星会在月底23号的时候逆行 不是月底 算是下旬了 23号开始逆行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停滞了 它的停滞 你再去看我五月孕市的直播 它的停滞 就已经开启了土天四分 然后真正进入一度内是六月六号 又听到一次六月六号了 有没有 六月上旬 看到了吗 六月相当精彩 但是五月的精彩在于它吓到我们了 六月的精彩在于 一些后果出来了 然后状况要去处理 所以我个人觉得台湾今年我们遇到的状况 可能会比去年严重一点 因为去年比较像狼要来了 但毕竟没有来 今年就有一点像是有来 但不知道来了多少狼 但重点是我刚刚讲过了 来了就要去面对 然后去应付 好吗 希望大家有这个共识 那土天四分呢 它是这个星象 它造成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可能身体有突发性的变化 所以像传染疾病这种东西大家都要特别当心 那那个是从五月下旬就开始了 严格说来从现在就开始了 所以的确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请把口罩戴好好不好 土天出向位是六月中 所以整整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麻烦大家保护好自己 那这一个月过后 土天它还是有四分项的能量 所以各位在投资方面 你可能也要小心谨慎 因为它会大起大落 或忽然起忽然落 所以各位的理财也要有灵活性 或者是你要走保守型的方式也OK 那你就不要去看 你就要相信它的稳定性 或者是它的那种浮动你不要去管 不要再自己下自己了 有一些东西的确是经典款 那那个经典款它就是一定OK的 那你就不要去在那边想要炒作 因为你炒不过老天爷的 就是第一个 那再来呢 这个六月中之前的土天四分 是一个高峰六月中 再来还有一波土天 各位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而且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还加上木星跨栏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五月很可怕 下半年的十一十二月是下一波 不是要吓大家 而是你知道事情会有变数 那我们要对这个变数 心怀谨慎 就比如说 不要说你们了 连我 连我都 有一种幻想 台湾已经很安全了 很太平了 连我都难免这样 然后我只知道说 五到七月会有动荡 动荡来了 长这个样子 我也吓一跳 但是显然这个动荡 木星跟土星会合相的 2020 2021这两年 都是不能轻估的 因为他在改造这个社会 有一天也许疫情会 我们会习惯他 或他会过去 然后但是我们回顾了这两年 整整两年这很少见 整整两年 真的木土星合相很少见 那这样的两年 对这个世界可能重新洗牌了 可能那个强弱 或国家发展的态势 谁因为这样而崛起 谁因为这样而陨落 就非常明确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 如果你还算有企图心 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 真的好好的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第二个 也许在这个阻断了你的 应该说是舒适圈 或者是你本来很熟悉 准备安身立命的领域 我想很多人的人生 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变化 不管是有人离开了 或者是有人出了什么状况 我想他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那努力在这里存活下来 或甚至你很了不起 你很厉害成为赢家 成为大洗牌之下的赢家 是有机会的 我始终 希望大家用正面的角度去看待 变化这件事情 虽然此时此刻 众说纷纭 真的会让人觉得很 很受伤或很 比如说 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人 讲话没有逻辑 然后还会被别人说 你说的对 有时候这样的人说不定 还是你的亲近的人之类的 不到极限的时候 你有时候听不到真实的心声或看法 那听到看到真实的心声看法 让你吓一跳以后 你可能会觉得 我以前相信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就是最近我想更多的是这种失落吧 不过没有关系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 人性的黑暗面啦 丑陋面啦 或者是神圣的一面 值得敬佩的一面 通通都会出来 张大眼睛看清楚 你不想交到坏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张大眼睛看清楚 拿出判断来好不好 张慈芳你在讲什么 你讲说唐老师你念经到我快睡着了 不他从一开始就睡着的 他睡的 他是这样子睡的 一只手往前伸 好那我也讲到了 就是有些事情 比如说这种所谓吵架啦 动乱啦 尖锐的冲突啦 我是不是上五月直播的时候 我有讲过几个日期 对不对 好接下来的日期呢 十六十七号 今天十三号 三天后 十六十七号 因为那个时候呢 月亮就禁巨蟹了 月亮禁巨蟹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月亮巨蟹又合到了火星 又对冲到了摩羯 所以我刚刚很担心大家吵来吵去 然后在那边煽动恐惧感的高峰就是十六十七 有人我也如果有人煽动也还好 如果是所谓的疫情更严重 可能也会让大家更恐惧 如果会发生也是十六十七 所以大家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还会有案例出来 只是说我们一定要戴足一个月的口罩 就是不是说平常不戴 这两年都要戴 但是未来的一个月 那真是可以一定要滴水不漏 能不群聚尽量不要群聚 大家忍耐一下 有些商店有些商家 你的生意一定会被影响 又忽然间出现这个状况 可是就是供体时间 大家忍耐 这一个月过去该发病的发病了 该确诊的确诊了 不要再蔓延 能够把足迹调查清楚 不要再蔓延就是拖天之性 这条船就不会沉没 有同学说 你这一阵子心情很糟 这也很正常 因为火星在巨蟹 没有人心情好 我们心情很容易被刺激 你只要看到你是怎么样去 比如说讲话声音不自觉的 会越讲越大声 这就代表你 可能太焦躁了太忙了 或者是 你其实有点没有意识到 你的情绪需要处理 你知不知道 当有人 对你做出不合理的行为 你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原因很可能是 他心里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人是心里有问题的人 你在觉得他十二不赦之前 也许 你很清楚他需要的是 心理治疗师或心理辅导 他 他 他正在毁掉他自己的人生 有太多这样的人 有人说是不是快毁灭了 当然不是 不会毁灭 有我在就不会 这样讲很自大 没有了 我开玩笑的 不会毁灭 不要担心 但是我们要知道 功课来了 然后状况来了 而且状况不小哦 我们的乐天或乐观 好像让我们 也出了问题哦 那这波动荡 好好的硬考过去就好了 就好了 但是我们要认真的硬考 这个品牌的西法经很厉害 今天看了李律师说的 我们台湾已经晚一年爆发了 很感恩 一起提升免疫力 或该打 如果你很担心 该去打疫苗的 可以动起来了吧 好像全台湾就有百分之一的人 去打疫苗 你看我们有多放心 其实我们对我们台湾的防疫 是有信心的 才会放心成这样 那请继续的相信船长的带领吧 你真的要追究什么 等到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再来追究不迟 不要在他开船的时候 去把船长杀掉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赶快记下来 他犯的每一个错 但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杀掉 不行吗 这很难理解吗 我真的很不懂 那些唱衰的人 扯后腿的人在想什么 真的这个时候万众一心 比较重要吧 李律师讲得很好 真的讲得很好 对啊 我是水瓶 这些垃圾都不往心里去 太入戏会很伤身 讲得很好 我常常觉得每一个人 你听到什么 其实跟你的选择也有关系 你一直要去看那个很可怕的东西 你就每天都生活在恐惧里 你可以选择资讯啊 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资讯管道了 不再有什么大家守着一台电视 看某一台的新闻 没有这种事了 每一个人挑你自己想听的 然后观点都不一样 才会导致人跟人之间越来越难沟通了 那在这个年代 在这个转运的当口 然后水星金星月亮又来到了双子座 更凸显了 大家不在一个平行 大家不在同一个时空 而是平行时空的交代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你谈你的我讲我的 是不是 最终我们还是要顾好自己 我等一下会用地水火风来聊一下 我们的水星金星跟月亮 我们现在到底凸显了哪里 我们很需要沟通这件事情 我会讲一下宫位 那今天是OBS 秀出在我们的图像上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牌子 叫Plantor Plantor 39 Plantor有21 也有39 什么意思呢 39岁以上 使用的款式 所以他们来找我推这个39 那他们也有21 就是给年轻人用的 那为什么不叫我两个都一起推广 为什么只叫我推广39 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是沟通出了问题 39 就是熟灵的我们 那我们可能头发更需要呵护 头皮更需要呵护 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下 Plantor 植物与咖啡因洗法录 好不好 因为它也不贵 这一次的推广就是 每一瓶200ml 399 250ml 250ml 洗法精是250ml 洗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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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两瓶都是洗法录 并不是护法素 一个洗法录 一个护法素 不是 它都是洗法录 那只是说一个是 for那个细软法直 所以如果你的头发很脆 很柔软很细 那你就可以用细软法直 细软法直是这个 那如果你是染头发的 比如说像我就常态性必须要染黑色 或者是有些人还在染彩色 OK 你就想护色的话 这也有护色款 这两个呢都是250ml 399ml吗 还是软烫的款 软烫 250ml OK 250ml 每一瓶429 四百多 OK也不贵 也不贵 洗法录大概都是这个价钱 而且是德国的 然后它是for 40岁以上女性 可以调理法直 让你彭顺 有弹性 那它里面有咖啡因的成分 不管是21款还是39款 都是有咖啡因成分 能维护我们的头皮健康 头皮健康很重要吧 最基础的就是这一片田地很重要 那也是无细菱的清新的草版自然香味 真的蛮香的 我已经用一阵子了 那我个人因为有染头发的关系 我比较喜欢这个护色 因为我头发也不细软 我头发比较粗硬 所以这个细软款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是细软的 那我是护色的 以及染烫的 如果你也有烫头发 烫头发就是比较受伤 那你可以用这个喔 洗的蛮干净的 然后我会再用其他的护发素来再保养一下 尤其洗澡的时候我会包起来护一下 那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是头发液 他是在我已经吹好了 像现在这样已经吹整好了 这个头发液呢 他是有一个这个压口 压的口 压一下 把它打开 压一下 他就会流出这个头发液 在你的头皮上 你把它滴在你的头皮里面 然后按摩它 他可以提供长达24小时的能量 就是保养 对你的 然后你不用冲洗 你想保护头皮 你想滋养你的头皮 让你的头发更健康 你就可以用这个头发液 这是Prentor 39的一个特别的产品 那这一次是在 你其实很多通路都可以买得到 MOMO 雅虎购物 MOMO 雅虎购物 MOMO 雅虎购物 屈臣市 保雅 加勒福 康世美 你看是不是都包含了 你都买得到 那这一次的MOMO 购物 在5月底 5月31号之前 我就是6月6号之前 5月31号之前 购买3组 再打83折 所以3支 如果你是买这个3支 就是 我看一下多少钱 任3平963 等于1平300多 本来1平是429 现在打完折 你只要付出300多就可以买到它了 并且它还会附赠一个束口袋 就是 放在里面 买3瓶 就再打83折 400多变300多 那今天也会送出 就是Parental洗法录给大家 39送3瓶 21送3瓶 3位 所以3位3位 总共送出6瓶送给6位 这是21的样子 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 它就是一个洗法录 一个护法素 一个洗法录 如果你是年轻女孩儿 你就可以考虑这个 然后它比较有蜜桃香味 然后这个 这个是草本清新 好不好 我们39以上的女性 我们要的是草本清新 然后这个是比较有一种甜味 香甜的味道 好 我来闻闻看 真的真的 就是香甜的味道 然后他们只拿这个给我试用 所以这个试用起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起死我了 你的小编有用过 你的小编是年轻女孩 小编是年轻女孩 你讲的是谁啊 我把她头给湿了 不知道现在是两两桌 对厮杀跟对立的时候吗 股市还会再跌吗 嗯 就是有时候跌 有时候起来 我不跟你讲了吗 起起落落 那不是很稳定的 我们这一次的直播 有负责 有赠送六瓶嘛 三瓶这个绿色草本 然后39的 三瓶21的给大家 那你只要分享我们的直播 公开分享 然后打下 我是什么做 我的头发是什么发质 比如说软烫 干涩 还是细软都可以 然后呵护我的秀法 就用Planto 39 如果你是39岁以上 你也可以写21 如果你很年轻 OK 好 那我们就会在这个 5月17号 礼拜一 晚上 下午5点 公布得奖名单 有六位得奖 好不好 这个礼拜完全体现水逆 动荡的股市 真正水逆的时间是5月30 你看看 是不是还有两个礼拜呢 好 我们说了水逆也好 土逆也好 以及六月的木逆也好 通通都是要来教训我们 我们要开始怀旧回顾 是一波 你现在像我前两天就见到我的学长 这不就是怀旧能量大爆发吗 那这一波之后呢 当然也有过去的什么 你有做对你有做错的东西又回来了 这就是水逆 这就是水逆 5月30到6月23 但其实你现在就感觉到了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水星逆行的能量相当的强 所以收不到讯号有可能 你现在感受到的收不到讯号 那你会怎么解决呢 有的人很可能就非常积极 他就买两家电信公司的电话卡 这一家不行 那一家还行之类的 或者是优化你家的这个通讯设备 以前碰碰运气 现在不能碰运气的话 不能中断的话就不能碰运气 不是吗 那也有人可能就在这一波 资料遗失了 东西寄不出去了 或话讲到一半没有的 没有讲下去 然后大家就产生了误会或误解了 有没有可能 相当有可能 所以怎么优化 你现在所感受到的不方便或恐惧感 或者是你手机已经摔下去了 那你就赶快拿手机壳把它装起来 因为还会再摔 有时候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 停电就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 有些人甚至于搭电梯都会有恐惧感了吧 如果你曾经困在电梯里 是不是 这一波就是这样 每天都像在看鬼片一样 我们这一波鬼片要看到6月11号 好 好 呃 然后 这一波的水星双 水星逆行 会到6月23号 可是水星双子呢 会带到7月12号 你看 所以水星和双子 都是这一波五六七三个月的主角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分享 双子 呃 那也除了火跟明的对分之外 因为火跟明的对分 我刚刚 我们上次的直播已经聊过了 所以我这一次要 focus 是在双子座的部分 OK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的部分 说到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所以这段时间 嗯 有没有在听人家说话很重要 有没有在听 就好像上课 学生如果要学得好 上课时间听一遍就好了 胜过你回家在那边 诶 老师今天说了什么 你为什么人在现场你不听呢 是不是 双子之所以能够学很多东西 就是倘若我们把双子这个星这个星座 我们不要讲双子座喔 不是不见得所有双子座都是聪明人 我是说真的 但是双子座这个座管聪明的 管你聪不聪明 那我们既然get到这个能量 我们就要当一个聪明人 聪明人就是 呃 能够很快速的去吸收跟反应 跟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而且你越快你就越厉害 你的反应要快要及时 那怎么样叫快呢 就是当下嘛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好好的跟你讲 我好好的听你讲 然后好好的回应 胜过之后解释一百万遍 或再去查资料一百万遍 不是吗 嗯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 呃 发挥我们的聪明 跟发挥我们的吸收力 欸 就好像用这个头发液 让我们的头皮吸收一样 欸 好有趣喔 我常觉得头就是我们 跟上天连通的地方 而头发就是我们的天线 我常这样觉得 今天就来用头发液 在双子座的时候 好有趣喔 很好看的连结 欸我我我我常 我常觉得我的直播连结都很有趣 就是都有关系 所以下个月是巨蟹 太阳要巨蟹了嘛 会接到吃的吗 有吗 有吗 下个月就知道 下个月就知道了 哦 记得喔 多接点吃的 好 那我们地水火蜂呢 呃 虽然我不拿手拿牌 但是我抽的时候 是要拿手拿牌的 呃 呃 五月的二十一二十二月亮天平 五月的二十八二十九月亮摩羯 也都是触动了火明对分 火明对分的这一组能量 是所谓的 会让人比较冲突激烈化的时段 各位 把这两个日期记下来 呃 星象也比较多了 而且二一二二之后 除了二一二二月亮天平 二三二四二五 火星跟太阳 还有四十五度 所以那段时间可能也比较干旱吧 然后大家的脾气也比较不好吧 或者是有一些火能量 现在又有一个戏叫火神的眼泪 你看看 就是一个 嗯 火能量蛮强的一个月份 好 好那我接下来要来抽地水火蜂了 有同学都期待下个月 哦 下个月没有更好啊 你刚刚没有听到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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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七三个月 我们才在第一个月 好不好 我们才在第一个月 大家要绷紧神经啊 啊 啊 口罩戴好啊 口罩还有吧 不要抢卫生纸 跟卫生纸没有关系 好不好 不要动人心惶惶 然后你看有人去抢就有别人跟着抢 真的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做好防疫措施就对了 所以酒精应该都有吧 啊 口罩应该都有吧 出入都给我封好封好嘴 封好口鼻 有人喜欢猫猫 好我要开始抽咯 地水火蜂 火象星座 好咯 请大家按赞分享好不好 按赞分享 因为有那个牌子 好 火象星座在哪里呢 嗯 火象星座太阳 呃 上升 在牡羊 狮子跟射手的同学 我没有OBS 有秀出来吗 我可以把牌子放下吗 好好好 ok 火象星座同学 你们的问题 就在于沟通 嗯 嗯 所以 你沟通一定有问题 我要讲的不是说 你有问题 而是你一直以来 习惯的说话方式 可能要被人argue了 可能要被人 嗯 嗯 看不顺眼 或者是被人 点出你的 错误或盲点 或你因为沟通不良 而造成了别人对你的 不好的看法 好可爱哦 他用手勾住我的脚 好可爱 你看 可以帮你吗 嗯 嗯 哦 我讲话太大声了 秘密讲 把秘密讲的操心 呃各位可以理解吗 就是呃 呃这次的水星跟金星 尤其会呆到七月底 会呆到七月底 的这一波 呃双子能量 完全的focus在火向太阳上升 你的太阳上升在牡羊 太阳上升在狮子 太阳上升在射手 呃 哦 你就能够得到 就是所谓的人气 或者是贵人的帮忙 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一些好点子 但是如果 你不会说话 哎你得罪人的几率 几率就很高了 或者是你也会被明明白白的看出 你欠缺沟通能力 那牡羊星座的同学水星金星在三宫 好 这个水星金星在三宫 就是你真的蛮考验你的应变能力哦 真的蛮考验你是不是见多是广哦 你能不能见招拆招哦 所以你不能一招半逝走江湖 然后你必须要呃 赶快及时的做出反应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止血 而不是硬碰硬 你要做的是 因为你的水星金星在三宫 你要做的是急转弯 或者是及时止血 这才是聪明的 因为变动 因为三宫是变动 变动宫位 所以你要做的是 因应外界的情势变化 这个是双子会遇到的问题 那在 不是 这是牡羊会遇到的问题 太阳上升牡羊 然后你要沟通的时候 可以的话你要旁征搏矣 以及 朋友 同学很可能也是这段时间 这个水星金星要带给你的 比如说见见老朋友老同学 他们可能就是你的贵人哦 他们给你的建议 说法你可能也要听一听哦 那最近也很可能会有出行或出游的事情一波三折 那就是处理一下吧 交通工具 去检查一下 这是牡羊星座 这一波的水星跟金星 因为我们刚刚讲 他要逆行了嘛 他的爆答就来了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爆答 你可以铁齿 你也可以说我不觉得我有问题 可是当你发现有些事情以前使得动 现在使不动了 问题就来了 或者是别人怎么说你怎么看你 你会听到 那就不不适合再铁齿下去了 不是吗 跟蜜蜜讲说话很温柔 当然了他是小猫咪 他去哪里了 下去了 好的去点药 因为他也生病了 好 那再来就是太阳上升狮子座 太阳上升狮子座 这次的水星金星就在十一宫 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应酬多一点 不知道现在还能应酬吗 但是就算不应酬 你可能对于一些社会议题 也多一些关心跟关注 然后也可能会在社群媒体上 比较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那当然像我 我上升在狮子嘛 所以我在社群媒体上 可能也要特别当心 比如说像我今天的直播 我到底会不会说错什么话呢 那我说了什么话 会不会引发什么效应呢 不知道 这蛮考验我的沟通能力 那当然也蛮考验 就是别人怎么看我 我就要收获到了 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了 所以我也告诉我自己 尽量谨言盛行 可是我能不讲话吗 我想很多人需要我来 给大家一些讯息嘛 我的工作室叫讯息工作室 我从以前开公司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传讯者 传递讯息的人 果然后来我就 往这个方向前进了 到现在我还是不忘初心 我也希望我有做到这件事 好 那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太阳上升狮子的人 可能都都会像我这样子 尽量的去谨慎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命运的安排 我们不能确定 有时候跟我们做错事 有没有做错事也没关系 但如果有做错事 很可能也就有机会被说什么 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水星跟金星 也可能你会见到以前的圈子的朋友 你以前混过什么圈 那那个圈子的一些讯息 很可能也会传到你的耳朵里 或者是他们会来关心你等等 那还有以前认识的一些人 也会出现来跟你 say hello 打招呼 就是不知道哪里认识的 所以出去爬爬灶 或者是不要说爬爬 狮子会会长 他就是狮子会会长 出去爬爬灶 三教九流的地方 特别要当心 好不好 我们出入公 尤其是狮子座 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 尽量保护好自己 除了谨言盛行也要保护好自己 以免有错误的连结 那些三教九流们 里面的机会良幼不齐 要有判断 要聪明 至于太阳上身在射手 你的水星金星就在夫妻宫 所以夫妻宫这件事情 除了合作对象 也包括了你的另一半 你跟另一半之间 有这个报答回来了 因为水星要逆行在这里 尤其在双子座 所以你如果很花心 那个报答就是 可能花心会被人家发现 会被知道 或者是 你花心的对象会结盟 变成复仇者联盟 亦或是 你过去处理关系的方式 会再一次的被提起 比如说他们会提到 你过去可能忍辱负重的 过程案例 也许他们是佩服你的 佩服你的EQ 佩服你很能够 很宽容大度 都有可能 也可能是起底你的黑历史 在合作关系上 所以 再说一次 我们每一个人 随时随地都要把自己做好的原因 就是行星是会逆行的 那这一次刚好逆行到了 射手座怎么处理 合作关系 有的人就会觉得 我要细腻的处理 那当然你能够细腻处理 你也人至意尽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可是倘若你处理的很粗心很粗暴呢 或者是你觉得这是我能忍的事 你有什么不能忍的 然后被你 壞掉的人 或被你伤到的人 他可能就怀恨在心 他就等现在来弄你一下 所以射手座也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你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够不够细致 不够细致的地方 就会出现问题 那在火象星座身上 完完全全体现了 水星金星在双子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议题 因为就掉到你们的人际宫位 所以刚刚好 你们跟人的沟通能力的好坏 就凸显出来了 我有一个电风扇 所以头发就一直吹到这边 害我很痒 好想看唐老师绑马尾 不要想了 乖 想太多了 好了 所以看到了吗 火象星座 太阳上身在牡羊 狮子射手的同学 你们做自己做得很开心 好 然后 你们也的确 用你们的方式 就是很热心的去处理很多事情 可是 别人买单吗 推得动吗 嗯 feedback 回来 对你很好的就是爱你嘛 对你不好的就是讨厌你嘛 或没有反应的就是讨厌你嘛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那我想在这个水星金星 尤其是到七月之前 五六七三个月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你的人际关系到底问题出在哪 所以你不能用以前那一套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不能用以前那一套 知道吗 比如说装熟也好 或者是自顾自的把我觉得最好的给你 别人有说他要吗 或者是跟你的沟通 永远被你用一种 没关系我来 我负责 人家喜欢吗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嗯 你要去见识到人有各式各样 的这件事情 而不是一概的 我负责 我扛 你的人气高低 马上告诉你答案 好 这是火象星座 太阳上升 接下来还剩下 土象 水象 跟风象 这三个我来抽 水象星座 玉米请上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去蟹 天蝎跟双鱼 水象星座 今天来到了我们水象公卫 水象公卫 这是一个不好玩的公卫 我的妈呀 所以我要小心 我是天蝎 前两个把我自己给讲掉了 水象公卫 记得了 只要跟水有关的 都不好玩 比如说犯小人 比如说隐忧爆发 秘密被看见 或者是 你自己的秘密被看见 或 你有秘密 那有秘密又被看见 比如说偷鸡摸狗的地方 心思不正的地方 都有可能曝光 或被人发现 尤其在这个部分 就是秘密的人与人的连结 所以不要侥幸 水象星座的同学不能侥幸 我们现在 是水象的意思 好 各位看一下上面的顺序 上面的顺序 火就是讲完了 第二个就是水的意思 我们现在在讲水象星座 我讲个别星座 你会秀出来吗 不会 好 看到不想看见的人 需要打招呼吗 如果你不想见他 你可以不要打招呼啊 但如果他已经看到你了 你还是打一下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最不需要的 就是种下阴影 种下因果 这样知道吗 比如说你看到他 你又故意不跟他打招呼 他会怎么想 他会想 好 你个 你就不要再让我遇到 是不是 就种下了不好的因果 所以人生在世啊 每一个时刻 在这个比较 容易大家想很多的时节 想很多 想很多是双子带来的 然后往心里去是火星带来的 想很多又往心里去 没必要 我们不要种下这个因 今年已经很难过了 能简单处理的 赶快简单处理 好不好 好 怀念电视墙 有同学开始说怀念电视墙 好 没关系啦 我们这一次还是会先用 OBS 那如果大家很喜欢电视墙 我们也会考虑恢复喔 已经种下了的怎么办啊 已经种下了的 请聪明的化解他 嗯 怎么样聪明化解呢 聪明化解绝对不是投机取巧 化解 唯一的方法就是诚恳 以及细腻 要诚恳细腻 还有你要能忍耐 因为对方有情绪 他很可能会假装没这回事 回避掉跟你沟通 他只准备恨你就好 因为恨是最简单的 然后想办法私下弄你 但是不要 要不厌其烦的好好沟通 把原委一一到来 然后摸着别人的心 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如果不爽 他为什么不爽 沟通就是这么一回事 省不得功夫 就好像清风要写出他的故事 他得花四千个字 娓娓道来 你想用一百多个字 我好气 我很无辜 我很这样 一百多个字就没有这个力量 懂吗 你只能召唤跟你同样情绪的人而已 如果你想让人家知道原因 后果 你不但要愿意写 把前因后果写一写 你还要组织能力够好 起承转合要有 人家才能够很顺利的把你的心声读进去嘛 或者是听懂你要表达什么 这才能够达成沟通的目的 好吗 所以如果已经种下了因 你就省不得功夫 因为你会开始看到果 好水象星座巨蟹天蝎跟双鱼座 巨蟹星座水星跟金星来到十二宫 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公卫 正常人会最害怕的 为什么呢 比较害怕 因为看不见 当然第一个我在讲运势 尤其讲感情的时候 我常觉得这个公卫就是 很容易暗恋啦 你会把你的心情隐藏起来 你很自然的会想隐藏起来 呃 对 嗯 好对 水星庆幸在双子 你很自然的会想隐藏起来 可是可是 你隐藏不起来 对巨蟹座的人来说 这就不是很有趣 因为你会不小心透露出一些端倪 比如说透露出你其实很讨厌这个人 不小心透露出你的心情或情愫 你想要暗恋 结果不小心被人家发现 你在暗恋喔 之类的 透过什么呢 透过说话 因为水星星星都在双子座 所以有时候就是多说多错吧 建议巨蟹座 如果你不想被人家发现你的秘密 少说话就对了 就是你的隐藏会在这里破功 而且破功的原因往往是你太有自信了 你觉得自己隐藏的很好 然后你也要注意喔 你偷偷的跟人家讲秘密 比如说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很快就传出去了 你的不要告诉别人 最后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你最害怕的吧 所以巨蟹同学 这个水星跟金星会在五六七三个月跟你有这个部分过不去的地方 那 可能啦 因为水星要逆行的关系 我们往心灵层面来讲 这个水星跟金星却很适合所有的巨蟹座去 从事跟身心灵有关的活动 原因当然不是你主动去参加身心灵的活动 很可能是你有困扰了吧 比如说你发现自己晚上睡不好 然后发现自己很焦虑 潜意识在跟你沟通 你一定有不堪负荷的地方 所以你精神压力变得非常大 那所以是什么让你不堪负荷了 比如说工作量太大 还是 你来了 你有喂他水是不是 有点药 谢谢谢谢 比如说你工作量太大 还是你心情有什么地方 其实有状况 你压抑了很久 可是现在有浮现出来 所以它导致于你在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 就是比较控制不住 尤其现在火星又在你的命宫 火星命宫在巨蟹座嘛 到6月23号 所以有时候心里想的嘴巴就冲口而出了 或者是一焦虑脾气就大了 嗯 这是巨蟹座 这个水星跟金星 那潜意识在跟你说话当中 或者是有一些被你压下去的东西正在爆发当中 请巨蟹座多注意了 嗯 没办法 因为水象公位有心就是会比较不舒服一点 哦你是有同学说你的头发是油性的 哦我觉得油性的头发最辛苦了 真的如果头皮长痘痘 真的很讨厌 哎对 那好等一下再说 好 那再来就是天蝎座了 天蝎座水星跟金星现在在八宫 所以 八宫有几件事情 八宫也不舒服 也绝对不舒服 比如说我们会比较感受到那种威胁感 别人人对你的批评指教 让你很恐很恐惧 批评指教 而且有时候这个批评指教 会引发跟金钱有关的部分 比如说会害你工作的收入怎么了 或者是你的投资理财怎么了 税金太高 保险怎么了 或投资如何 哇我收到一个快讯 和平医院有两个病患确诊 好啦对于一直有人确诊这件事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我说过了要有心理准备 重点是我们从现在开始阻断它的蔓延 每一个人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 你已经染到的 那我没办法 你要赶快去医院报到去治疗 然后不要再传染给别人 那没有染到的 你现在开始给我足足戴口罩 好好的保护自己一个月 让所有的蔓延到此为止 我们已经有警觉 是最重要的 那也许现在这里十个 那里五个 六个 每天每天都有新的出来 但是大概就是停止在今天 今天之前 因为今天之前我们可能比较没有警觉 重点是这些人会陆陆续续的被发现 已经染上的 陆陆续续被发现才是重点 我们不要再让它蔓延 我们不要再让它蔓延才是重点 我们不要再让它蔓延才是重点 哦 不要害怕了 好 好 水下星座的天蝎的巴工呢 就是跟钱有关的事情 所以你对于金钱的收入 或你对于自己理财的事情 会开始比较有一点焦虑 那当然对于好的天蝎 或所谓的好的就是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或最近 因为有一些天蝎的确面临到生命当中 很大的一个变化或关卡 比如说已经被迫离开原来的岗位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天蝎座同学 蛮两极化的 那有的人是 说不定混得还不错 还要扩大你的组织 扩大 你看连比尔盖茨都要分家了 是不是 跟他太太离婚 然后就一定会分一半财产出去 不过他的数字大到一个程度 我觉得分一半也没有什么 也还是很大 那所以水象星座是遭逢了一些巨变 然后也会跟Big Money有关 这个Big Money就是 也许你赚的钱很多 或者是有不错的厂商来找你 很看好你之类的 也有这样的天蝎 可是也有 现在面临到 可能要重整自己的投资的部分 那当然人际关系 我们刚刚说的是人际关系 如果你有踩到什么点 那个都是地雷 而且这个地雷很可能会大爆炸 这个也牵涉到了 你跟 你是不是跟有争议的事情捆绑在一起 那如果有 你本来就有点在冒险 比如说你 大笔的投资了一个有问题的东西 那么这个大爆炸可能就会让你知道 爆答来了 这样知道吗 因为逆行就是爆答 你的投机 一个不好的爆答来了 这样知道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要投机 你眼光也要精准 眼光不精准就会受到惩罚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逃漏税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欠债 这个欠债很可能别人也要来跟你追讨或追索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人跟你借钱 而且还是老朋友之类的 因为水行要逆行了 大家会在钱方面跟你讨论讨论 那可能也会有有争议的人事物靠近你 然后又有点人情的捆绑 你也不好意思说不 然后就开始惊涛海浪 这是天蝎座很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到什么时候呢 到七月 到七月 七月二十二吧 至少七月二十二太阳已经出去了 好 好 那再来就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呢 水星精心在我们的事工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都出现在家庭里 或者是自己人里面 比如说你太纵容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自己人 嗯 其实双鱼座有很两极化的表现 有的真的是迷迷糊糊的 然后或者是受尽委屈的 可是有的是以为自己管理的很好的 或者很强势的在管理 这两种都有 不管你是哪一种 都会出问题 因为他就是来负责把问题凸显出来的呀 水溺跟金星 把问题凸显出来 就好像我们为什么会停电 如果只是一家电厂怎么了 搞到全台停电 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好 那这个双鱼座的问题凸显在 你的处理方式 你处理人的方式 比如说你一直包容 该说的不说 报答来了 就你的该说不说 导致了内乱的发生 导致了内部的意见不和谐 然后导致了最该让你安心的地方 不安全了 不安心了 这是一种 或者是你很强势的去控制 然后呢 其实被你 你自以为控制的很好的家人 有意见 有状况 双鱼这一阵子很难过 而且原因真的来自于家人 所以我刚刚说了 这段时间我们要来反省自己的沟通模式 你不能如果出问题 你就不能再用原来的方式了 麻烦你改变 比如说 原来很纵容的不再纵容 原来很控管的 不再那么的严格控管 因为问题就是出在 当然你还要细腻的处理 而且自家人最说不清楚 有理都说不清 所以祝福双鱼座 而且自家人的背叛也好 或者是最伤心了我想 还蛮伤心的 所以双鱼座同学加油 加油 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风向跟土向了 这两个再抽一个 我们线上有5790位同学 玉米一直在看我的抽牌 然后专注的盯着我这样 你要抽什么了 你要抽什么了 风向星座 风向星座是双子天平跟水平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当然第一个起心动念是 真的太多事情太多状况了 然后让大家人心很浮躁 然后我也跟大家一起经历了停电的恐惧 跟这个疫情爆发的感觉 山雨欲来 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直播 那当然我也知道今天有致入 我就觉得实在太刚好了 非常非常感谢Prentor 39 Prentor 39的植物与咖啡因洗法录 那这个品牌的洗法录 我想大家应该都在这个保雅 还有康世美 还有那个屈臣氏 都家乐福都有看到过 就推荐给大家 而且你单买的话 一瓶是429 大概430左右 那它这个是每一瓶都250ml 然后它是草本清香 并且里面有咖啡因成分 可以维护我们的头皮健康 强健法根 让头发有光泽 那它为什么是39呢 因为它是for 39 岁以上 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头皮陪伴我们40年了 它真的很需要我们格外细心的呵护 那这个Prentor 39 它有两种 两种这个洗法录 一种是for细软髮直的 所以你如果本来就很细很软 然后容易断裂 那或者是另外一种是护色 因为我们开始染头发或者是烫头发 所以染烫的人 它有护色的功能跟保养的功能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会用这个护色的 护色的在这里 它是黄 染烫款 染烫款 好啦不是护色 它是染烫款 那我就更适合染烫款 因为我头发也比较粗一点 那使用上就是很舒服 那以它的价格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实惠 我本来以为是Salon级的 就我用的时候 我现在发现才430 然后现在有这个Momo 在Momo有特价 Momo购物网 一次购买三瓶还可以再打83折 所以三瓶只要900多 962 头发液三瓶的话呢 头发液是保养头皮的 三瓶的话900不到 896 所以洗法录是三瓶962 洗法 头发液是三瓶896 好不好 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买三瓶就送你一个袋子 把它装起来 在我们的Momo购物网 一直到5月31号为止 那如果你是年轻女孩儿 有Prentor 21 这个粉红色很好认 青春女性 不到39岁的 你就可以用粉红色的 那它是比较甜 甜一点的味道 就是年轻 好 来问问看 就比较甜一点 很符合它粉红色的外表 那这个就是洗法录跟护法素 洗法录跟护法素 一组的 好 那今天我们也会送出六瓶给大家 三瓶草本的 三瓶这个21的 那这个就是5月几号 5月17号下礼拜一 我们中午就截止咯 你社公开分享 然后写上我们小编提醒你的 就是留言 然后五月下礼拜一的下午五点 就会公布六位得奖名单给大家 祝你中奖 祝你中奖哦 好好适用 那我们的优惠直到5月31号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分下新作 有人说还好你没有说三支 不然你会想接雨散彪 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像这种耍嘴皮子就是双子座的能量 除了人与人的联系 还有耍嘴皮子 可以讲话幽默一点 真的有时候你让人家听了就是哈哈一笑 他很轻松就瓦解了心房 然后也很能够接受你的论点 聪明说话真的很重要 好啦 风向星座双子天平跟水平座 风向星座的话呢 水星跟金星就在你的命宫了 所以你将会是水星跟金星 要被看见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定会最近啊 这个五到七月你们就是主角 你们很容易引起注意 虽然火星在巨蟹的这件事 让水象星座也被注意到了 是不是也有 但是水星跟金星在风向星座 这个注意的能量 就跟我们那种有爆发力没有不一样 跟水象的爆发力不一样 你们走的是 大家蛮喜欢研究你在干什么的 然后你讲了什么话 大家就蛮想研究你 这个话是怎么会这样说 什么意思 研究你的脑子在想什么 对你很好奇 不光对你好奇 还对你的过去好奇 哦厉害了吧 那当然 呃 这个能量也蛮强劲的 所以风向星座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应该站出来 好好的诠释你自己 就说你不要光是好像蜜蜂一样 忙忙碌碌碌碌碌这样子 然后觉得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好了 不不不不 你得你得学着亮相 你得学着阐述 你得学着说明 你不能只是忙别人的事 最近大家都好奇你嘛 所以你被迫要去解释你自己 应该这么说 或说明你自己 以及你也有机会 风向星座 你也有机会看见你自己 比如说你讲着讲着 忽然被人家发现说 你很讨厌他 哦真的吗 原来我很讨厌他 就是透过你的表达 你展现了你自己 这是这一次的水逆啊 还有精心在双子座 带给风向星座的自我发现 以及被人看见 那我当然不会说什么 要你谨言顺行 你可能已经来不及 谨言顺行了 已经来不及 因为水星逆行 要做的是 把你过去说的话 把你过去的不谨慎都再翻来一遍 所以你本来就很谨慎的 我还比较替你安心 你如果素来不够谨慎 那你就要小心咯 因为大家会在你身上翻来翻去 好了 文佑说我超懒的解释 不行 而且你们平常都在处理别人的事 忙别人的事 忙别人的事的时候是你们最开心的 因为某种程度你可以躲在那个 嗯 你是李长博的面具背后 然后不处理自己的问题 no 5到7月 全部的人会把focus和焦点放在你的身上 那我们就好好接这个球吧 好好的做这件事情 你还有机会扭转你的形象 或者是反而让大家觉得 哎呦很可爱啊 很棒啊等等 想不想 想不想受欢迎 想不想桃花运望 想的话 就给我死心塌地做这件事 嗯对 你们最近桃花运也还不错 而且旧与星之都会来哦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起心动念 去想想你过去的恋情 旧与星之门 你去骚扰人家也不一定 讲骚扰好不好笑 这样知道 我现在只讲水星跟金星 而且水星是会逆行的 逆行现在已经开始停滞了 所以尤其是水瓶座 来旧爱 有没有出现啊 嗯 有没有 而且这个旧爱 如果是你的同学的话 可能忽然看到他的讯息 可能忽然间 嗯 知道他的下落 或忽然间你弹起了我 过去就是怎么个瞎法 其实我觉得这种回说 还蛮有意义的 因为 你会比较明白 现在的你是怎么样 变成现在的你的 尤其是跟你的创作 尤其是跟你的 呃 这个恋情 不一定要复合啊 没有 行星一逆行就复合 还得了 没有这回事 但是你会 谈论 你会想起 把它当做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谁没有青春过 是不是 好 那再来就是双子座咯 双子座水星金星 呃 尤其是水星会逆行在双子 所以咯 以前惹的事情或麻烦 很可能就会 又被人家拿出来说一遍 大家会怀疑 或者是大家会 呃 去看到你以前的照片也好 哎 我们以前做过了什么事 这种怀旧的气氛特别浓厚 那也蛮好的 有时候 所以双子座应该处于一个很蛮容易感动 或蛮容易感伤的一个阶段 那就好好接受这一股能量吧 那如果别人对你有一些想法或意见 也要听一听哦 因为你一定不觉得 或你听了以后会觉得你在说什么 我有这样吗 有 你有 所以不要铁齿啊 如果你还能听到别人对你有一些批评指教 而且你还能虚心接受的话 哇你可是进步的很快呢 你是个聪明人吧 双子座 双子座管聪明耶 拜托你聪明一点 不要用 不要只是自以为聪明 好不好 那你应该会是五到七月的当红炸子机 或者是话题人物 所谓的话题人物 再来就是 呃 天平了 天平的话呢 水星跟金星在 九宫 其实这这个位置呢 呃 会带给天平星座比较客观的能量 这个比较客观呢 就是你倾向于 不参进去 然后用一种在旁边提醒大家 就好像吕律师 吕律师 一样 会觉得呃 他就是做得很好的 他平常发文我就觉得是非常有观点 跟非常聪明的 那更不要说水星跟金星在这里了 水星金星在九宫就会让他更像一个 看得很清楚的人 那 可是 这是一种能量喔 呃 天平的看得很清楚的这件事情 呃 会让我们很有感觉 会觉得他们很理性 然后呃 也很有肩膀 或者是呃 很能够 带领我们 看到真相之类的 可是 水逆是来 报应的嘛 是来报答的嘛 呵呵呵 那一定是有问题 才会有报答 才会有不好的报答 那什么是有问题的地方呢 就是 你不能太臭拽 所有的天平做臭拽的部分 自以为是的部分 也会被啪啪打脸 所以 做得好的天平 当你很公允的去看待一些事情 你会 成就了你的 别人会觉得 哇你好有眼光 你好厉害 你好有理想 或者是 呃 好有洞见 但是 那个自以为是的 曾经说 我 我觉得一定可以 结果不可以的 哦 你也会被拿出来说喔 那你是属于这一款的天平的话 一定要赶紧的自我反省 不要为了面子而硬斤 我刚刚讲的打脸嘛 就很可能 就 才说没问题 马上有问题给人家看到 那不就 反而丢更大的脸吗 那我常觉得 逆行这种东西 或者有心进来 他凸显了问题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你难看 他凸显的问题是 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懂齁 是为了让你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被凸显问题不需要 不需要太闷 你反而有机会知道 哦 这个地方要改 要打扫 弄好这里 我就更不错了 当然 人家会对 而且有时候 天平太高高在上的话 你讲的 太有道理了 别人就忍不住 想揪出你 没道理的地方 来反问你 你有做到吗 你站在道德的至高点 但是你真的 这么道德吗 这一类的 这种质问也会出来 呦 那当然对于 呃 还有一种能量 就是对天平来说 你可能会把过去念的书 找出来 以前的老师同学 大家见见面 呃 或者是 会讨 会 跟 出版啦 出版啦 或官司有关的事情 就是重提 嗯 这个是 这一次的水逆啦 还有金星 呃 在你九宫的能量 到七月底 最后 图像星座 久等了 好 金牛 处女 跟摩羯 嗯 我想看大家的留言 结果大家都是想抽奖 好 不能嚣张 对 天平尤其不能 哦 风向嚣张起来都挺嚣张的 我希望你们不要嚣张 嗯 对于想要知道一些时间点的同学 你们可以等我直播结束 看回放 看回放 第一段 我有稍微讲了一下 一些星象的能量 那尤其是五到七月是重点嘛 现在课题已经出现了 就是有可能蔓延的这件事 那我要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肯定会有 因为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已经发生了 那它的报答就是我们松懈的代价 因为我们太松懈了 我们太安心了 然后此时此刻要做的就是 把口罩戴好 戴足一整个月 让阻断蔓延最重要 那已经蔓延了的 让他们出现去好好治疗 然后不要再蔓延才是重点 所以未来几天可能还会有 不断不断的案例出现 但是这是很应该的 因为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它已经发生了 那重点是不能再蔓延更多 好不好 口罩戴满一个月 不是两个礼拜 一个月 好 那Prentor的这次 Prentor 39植物与咖啡因洗法录呢 的置入 这次真的很谢谢你哦 那这次的通路很多啦 康世美也有 或者是看一下 宝雅 然后屈臣市 家乐福 如果你想去实体通路的话 那如果是线上的话 雅虎购物跟猫猫购物网也有 那猫猫购物网这次到月底 有一波这个特惠 也就是 也就是你买三瓶的话呢 还会再打83折 一 也就是说 一瓶本来430 429 那但是买三瓶的话呢 只要962等于一瓶300多而已 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而且我以为它是沙龙级的 所以 就是使用起来 就是沙龙等级的啊 结果才300多就可以买到了 那Prentor 39 它就是针对39岁以上的人 所设计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一点年纪了 那这个染烫款 染烫款 就是头发比较粗硬的 或者是有染烫受伤的 那这个是细软款 有两种可以让你去选择 使用起来真的不一样 那我真的就是比较适合 这个染烫款 因为我经常做造型 我也经常染头发 那如果你是很自然 你没有染烫 但是你比较 而且头发偏细软 你可以使用这个洗法录 那它还有头发 头发液 这头发液是滋养头皮 那你可以打开它 然后 把这个 它本来还有一个头在这里 然后 它这个头呢 就是把那个液体 倒在你的头皮上 倒在头皮上 然后按摩 它会发挥24小时的功效 要保护你的头皮 这个不用冲洗 你是吹干了以后 再加上去就好了 就是 可以保养我们 39岁以上的头皮 就是强调39岁以上 那如果是39岁以下 你可以用Parental 21 21 那这个就是 有洗法录 跟护法素 这一组的 也可以选购 在Momo购物网 5月31号前 有特惠 好的 那今天我们也会送出 各三瓶给大家 大家留言 就是为了这个 祝你中奖喔 那土象星座来了 来 我把纸找出来 土象星座 金银儿处女摩羯 如果水星要逆行 水星在双子 然后火 金星也在双子 本来是一件好事 就是这个部分 会被看见 会被看见 那 多半是跟什么有关呢 比如说 像处女星座 就是跟你的民生地位有关 民生地位的确有一种 有沟通 就有民生地位 没沟通 民生地位 可能会受损 或者是沟通的好 更上一层楼 沟通不好 有可能被拉下神坛 都不一定喔 所以 也跟 所以如果你周遭有什么狗屁到灶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是时候 该把它好好处理了 因为事关你的事业 事关你的民生地位 民生地位喔 因为他就是土相公位嘛 土相公位是实实在在的 你会马上有感觉 你的民生地位更上两阶 还是更上一阶 还是更上五阶 你会明明白白的感觉到 还是倒退四阶 都有可能 你看看 能不小心应对吗 因为他是有实质力的 实质的加分 实质的伤害 实质加分的话 还会有近月远来 比如说 贵人 新的贵人 旧的贵人 都出现了 你好好处理的话 有贵人 不好好处理的话 贵人躲远远的 不敢碰你 所以这段时间 处女座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人情能暖 那这个人情能暖 当然是跟你以前 怎么经营人际关系有关啊 你以前就有现实 你当然会觉得被现实了 是不是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现实 却得到了现实的待遇 不好意思 那你的自我感觉可能出问题了 你的确有现实了 才会被这样回报 比如说 你以为你不现实 但你可能说话的方式 让人误以为你很现实 不是吗 这个是处女座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沟通 该谦卑要谦卑 处女座最喜欢说 我很谦卑了 是不是 可是 别人怎么解读你 是吧 我们说的是 人与人的连结嘛 所以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啊 现在是别人看到的是怎样嘛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处理别人看到了什么的这件事 然后塑造你的形象很重要 塑造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所以你要为了塑造形象这件事做些什么 一定要不要让人有误会你的空间 不可以让人有误会你的空间 再说一次 今天说了好多话都是强调两次 好 这是处女座 我讲到这里 那我再来要讲的是金牛座 金牛座水星要逆行 还有金星会落到了你的 也是土象公卫哦 很实质的就是钱跟身体的部分 他要怎么回报你呢 他要回报你多少钱 他要回报你怎样的身体呢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说 如果有欠债的人就是会来被讨债 处理债务之类的 那或者是身体不好的人 你习惯不好 你现在就是怎样老毛病复发 或你隐隐觉得哪里身体是有问题的 那个问题就会出现 所以金牛座同学要注意身体健康 然后也要去处理金钱的部分 当然了你的价值观也会在改变中 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自己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水星要逆行在你的二宫了嘛 所以他会让你在价值系统的调整方面 回想起过去 以前我是这样处理事情 但我现在是怎样 或者是你可能也会自我探索跟自我摸索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也会把这个我是一个怎样的自我介绍 阐述给别人知道 把你的原则讲出来 你如果不讲原则 你就会发现处处都是来冒犯你原则的人 让你很看不顺眼 让你很不舒服 那你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了呢 亦或是你我们要务实一点 亦或是你 环境啊 你旁边全部都是这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那你是不是也要为了应对这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做点什么 比如说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而不是要求别人改变 你如果逃不掉 那你就要面对啊 务实 才能让事情往前推动 所以接受吧 有时候周遭的一些狗屁道兆 你就只能接受 我说的接受不是说很盲目的 然后很委屈的接受 而是去处理它 务实的处理它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刚刚没有讲水平吗 被轻轻的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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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这样子啊 喔 水平好可怜喔 我待会再看一下喔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到 我们刚刚讲金牛了 也讲到处女了 我们最后讲摩羯土香星座 摩羯座的话呢 水星跟金星 逆行的水星跟金星落到了你的职场工位 嗯 还有同事 以及健康 以及健康 欸 土相都跟健康有关 所以 金牛 处女 摩羯 真的都要注意老毛病复发的问题 所以你的皮肤怎么了 头发怎么了 牙齿怎么了 这些 是不是都要开始启动了 治疗 或者是保养 或者是 该做脸要做脸 该怎么样要怎么样 好 老师请看留言好吗 怎么了 我看了 你要说什么 好 我有看欸 哦 你们现在不要扰动我的情绪喔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 那摩羯座同学的六宫的水星跟金星 所以 呃 往好的方向想就是 呃 可能会见到老同学 老的职场同事 或者 呃 跟过去的 这个职场有一些 呃接触 或者是再 再尝试 回归之类的 那也有可能 因为我们说 是沟通的问题爆发 我错过了天蝎 好 哎 一下要我看留言 然后我看了 又没有看到重点 好 我就先不看了 摩羯座的同学 呃 这个 当然我们说 一老毛病复发是有的 二跟过去的职场的联系 是有的 嗯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回顾一下 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 他会倾向于 也许不顺利 啊 呃 那个不顺利一定是 沟通出了问题 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的沟通 跟员工之间的沟通 或者是 呃 你倾向于自己一手独揽的 这件事情 问题很大 啊 或者是 你的同事 其实也很无力感 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让你感到孤立无援 或者是工作怎么这么 重 或者是A-Case 怎么变得比较少 是不是我们不够开放自己呢 你是不是在人与人的连结上出了什么问题呢 那是不是要赶快去连结 比如说呃 呃 也许你的工作领域可以再公开一点 呃 再让人好联络你一点 然后跟人家的连结更容易一些 呃 更公开一些 让人更容易找到你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摩羯座需要去思考的 如果你觉得工作量太多了 或太少了 都很可能是连结的部分出问题 好 上身摩羯问题不小 你的什么问题不小呢 火象的我今天第一次有耐心听完全诊 谢谢你啊 呵呵 所以这一次的水星金星 呃 因为尤其是水星会逆行 现在已经开始停滞了 对于土象的人 金牛 处女 摩羯来说 都是对你身份地位 或者是很很实质的工作的量 工作的效果 呃 有没有工作 甚至是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钱 有没有收入 跟钱因此而增加 或因此而减少 都相当的有关系 所以你不要再铁齿啊 因为土象星座 常常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有些事情就是不想讲 不想解释 不行 记得 有讲有差 有解释有差 有沟通有差 有开放有差 打开吧 打开吧 你马上可以感觉到 那个差别在哪里 立即的 好 那再来就是 风向星座的同学 水瓶座 我们 我刚刚讲 真的讲的比较少吗 讲的什么 旧外会出现 然后才 痕起过去的恋情 哦 对 怎么有今天的自己 哦 哦 这样还不够啊 哈哈哈哈哈哈 水星金星在武功的这件事呢 我想对于很多水瓶座来说 你也会去思考就是 呃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 呃一向你们都很低调嘛 怕麻烦嘛 但是最近应该有点 呃就是前一阵子吧 有点厌世 我所谓的厌世就是 你有点找不到自己 我为什么而奋斗 我为什么而努力 嗯 我有才华吗 嗯 我是被看中的吗 有人爱我吗 这样很多的问题出现 如果你觉得没有 其实不是没有耶 是你没有走出去 然后让别人知道 或者让别人知道 你有这个问题 你有这个需求 你很需要在乎 我其实觉得水瓶座同学 已经在反省这件事了 比如说很勇敢的跟我说 老师你水瓶讲太少了 我我我喜欢你这样子反映出来 在生活当中 你就是要这样反映出来 别人就会注意到你了 你才会有存在感 你才会有价值感 你才会因为被爱了 被重视了 而有创造力 呃这个我想是一个 从灵性的角度 你们很灵魂上很需要 这个东西 那我也鼓励所有的同学 就是呃周遭有水瓶座的 他可能就是碍于拉不下脸来 不好意思去要求 可是我们给他拍拍肩膀 鼓励他一下 有同学说水瓶很吵 对不对 水瓶最近真的是很容易 怀疑自己的人生 因为低调太久了 或者是闷太久了 嗯 也不是说你们真的没有成绩 或没有成就 但是你们很怀疑 人家看到了吗 有我们看到了 你还有才华 你很厉害 你真的很厉害 ok 呵呵呵 好 有同学说 欸那我土相的感情呢 今天谁跟你聊感情 呵呵 如果土相要聊感情的话 哦 那就是职场恋情 好不好 可是 职场恋情也不是这样来的啦 比如说你比较感受到的是职场温情 温情 温情 进展到感情 还需要一点时间 麻烦你自己也要热一点才行 好不好 土相星座的同学 好 呃我想今天 我最重要的话都讲在前面了 主要是今天的这个停电也好 呃疫情让我们人数这么多 让我们很害怕也好 都造成人心惶惶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上来跟大家讲 一定还有 一定还有 但是不要蔓延才是重点 因为前面这些案例都是爆发在 我们看不见没有警觉的时候 现在有警觉了 赶快把口罩戴起来才是重要的 然后听船长的指挥 不要攻击船长 让这艘船沉下去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要追究什么等一切过去了 再来追究 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好不好 五六七是比较动荡的 请大家自我保护也保护别人 今天非常谢谢Planto39的置入 那Planto39 5月31号之前 在这个Momo购物台有特卖 有特卖到5月31号为止 那买三瓶 他就再打83折 所以一瓶本来430 现在只要300多就可以入手了 320就可以入手了 然后买三瓶还会送一个袋子 一个很漂亮的购物袋送给大家 那这个39岁以上 当然就是好好保养吧 我们有染烫款 然后以及细软款 细软款 就针对你自己发质的需要 那独特的咖啡因成分 也可以照顾我们的头皮 那这个39岁以上的Planto39 还有一个头发液 头发液就是可以把它在你干的时候 点在你的头皮上 按摩按摩它 然后不用冲掉 可以产生24小时的保护力 那对于头皮保养有需要的人 也可以考虑这一瓶这个头发液 头发液的三瓶特惠价是896 就是少于300 好不好 200多就买到了 那可以用很久 真的可以用很久 那如果是年轻女孩 你也有Planto21 这个包装 各位可以在各大通路都买得到 MOMO 购物31号前有优惠 那各大通路也有 屈臣氏啦 保雅啦 迦勒福啦 康世美 这些公开的通路都可以买到 那谢谢Planto的置入 他们是德国品牌的植物 咖啡因洗法路 没有细菱 所以对我们的头皮本来就很好了 那再加上它的味道很清香 就是很舒服的草本清香 然后对我来说 又特别针对了我们年纪大的女性的需要 我就很安心了 那今天我也希望能够安大家的心 或者是让大家知道面对现实的重要性 以及考题出来了 我们要过关 我们要同心协力 把去年那种防疫就是的严格 和紧张感把它做出来 不要再掉以轻心了 祝福大家 我相信我们台湾可以过这一关 好不好 一起同心协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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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